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022年4月12日报道 自首艘航母诞生至今已经有一个世纪的时间 一些人开始质疑航母能否在未来的战争中生存下来 报道称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发展越来越先进的反舰武器 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些航母生存能力的担忧 然而 美国海军的两艘航母的指挥官对这种担忧不屑一顾 称美国海军的11艘航母很难被发现 也很难被阻止行动 2022年4月5日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指挥官保罗坎帕格纳上校 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海洋与航空空间会议上说 我认为航空母舰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 对于任何担心现代威胁的人来说 我只能说航空母舰作用不可磨灭 坎帕格纳补充说 他与舰载机连队一起部署 他与战斗群一起部署 他展示了一种从海底到太空的分层防御 任何认为我们脆弱的人 都是大错特错的 文章指出中国已经研制出了多种远程武器 并服役了很多先进的飞机 舰船和潜艇来发射这些远程武器 中国的反舰导弹是主要的担忧 尤其是东风21D和东风26B弹道导弹 它们是为海军目标设计的 被称为航母杀手 文章称 中国还拥有海空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 可以攻击太平洋深处的目标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可以利用速度和机动性来躲避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防御 并打击数千千米外的航母 2021年夏天 美国海军对最新的福特号航母进行了冲击试验 在其周围的水中引爆了4万磅炸药 福特号航母是自1987年以来第一艘进行冲击试验的航母 福特号航母的指挥官保罗兰奇洛塔上校说 航母的速度和机动性意味着弄清楚谁在哪里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速度快 机动灵活 我们将利用所有这些优势 如果你不了解实际的海洋有多大 那么你就不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美媒称 坎帕格纳舰长提到了分层防御系统 包括航母战斗群船制上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美国导弹防御局也在寻求针对高超音速威胁的海上防御 航母本身拥有传感器和防御系统 包括舰队空导弹雷达制导火炮 以及诱饵和电子干扰等软杀伤措施 文章指出 航母可以在导弹飞行时移动 这意味着导弹需要能够定位航母 或接收更新的制导数据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中国海事研究所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 在2020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反舰弹道导弹的有效性 取决于全面的侦察和瞄准体系结构 这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文章称 中国可以通过向特定区域发射更多导弹 来克服自身制导系统的缺陷 而美国航母绝不会在那里 一直等着这些导弹的到来 坎帕格纳上校说 以30节的速度移动 你可以覆盖大面积的海域 使导弹的攻击更具挑战性 感谢您的观看